张华县政府重视县民生命安全 有鉴于近日国内安全事件频传 率先全国编列专案经费 委托专业机构针对县内电梯设备全面实施总体检 并由卓博元县长亲自宣导电梯异常停看厅 强化设备找对保这六大要诀 呼吁民众防范于未然 我们彰化县总共有2700座 我们会安全的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让民众来安心 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来提醒民众 我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 有六字真言一定要记起来 这六字真言就是停看厅找对保 停看厅就是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 遇到地震火灾或是特殊状况的话 一定要停下来 不要搭电梯 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困在电梯里面 那第二点就是要看 要看看我们这个电梯还有我们的升降设备 有没有合格的检验标志 合格的检验标章 那合格的检验标章呢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要做一个考虑不要做 那听呢 这听就是我们那个 在搭电梯的时候要听听看 有没有这个异常的声音 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那找对保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机具 每一个电梯设备呢 要找看看它有没有合格的认证 那对呢 就是要核对是不是有专业的厂商 还有合格的人员来做一个检验 那保呢 就是我们维修记录 要做一个完整的保存 其实电梯是很方便的生活的工具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卓县长认为 对于涉及民众生命安全的事 必须绝对重视 透过彰化线率先迈出第一步后 也希望能获得其他县市响应 让全国民众使用升降 及机械停车设备时能更安心 让全民生活环境更加有保障 公益频道林俊明综合报导 对于涉及民众生命安全的事